警惕,巴菲特持有现金再创历史新高,10231亿。 在巴菲特的投资生涯当中,少犯错,长线持有一直是他投资的核心, 但对于一个投资者来说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。 巴菲特也不例外,巴菲特持有现金再创历史新高, 1466亿美元大幅跑输市场让伯克希尔·哈萨维的多年投资人暴怒。 WEDGWD Partners首席投资官David Rolf在公开信中嘲讽巴菲特。 在当前的牛市当中,巴菲特的损止之错和投资乏数让公司错失了很多机会。 今年,一场疫情让市场认识到了巴菲特的重要性, 但是面对市场的暴跌,巴菲特错误地买进了航空股然后割肉。 对于巴菲特来说,现金储备越多则证明对后市越不看好。 疫情期间,美股跌出的深坑也没能吸引巴菲特购买的欲望。 综上所述,尽管巴菲特并未严明市场存在的风险, 但是不断高企的现金持有量则是一个明显的风向标,市场应该对此有所警惕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